現場我們見到有女士 向一些年長的男士搭散聊天 就在我們採訪期間 有一名女子就靠近 問我們的工作人員要不要服務 工作人員跟著他們去到一間賓館 防廢我們自己叫 我們自己叫防廢 他們身分這個 不用不用不用 不要 警方過去經常展開連串的掃黃行動 在各區嚴厲打擊活躍的流鞏活動 不過野火燒不盡 春風吹又生 有市場自然就有人下來賺吃 疫情之後 這一類型非法賣淫的性工作仔 好像越來越猖狂 在元朗他們最近群鞏亂舞 就連我們的工作人員都不放過 我自己常常都來元朗 發覺以前流鞏的情況都挺嚴重 而作為成年女性 其實他們都不會太騷擾我 但很多人就會反映他們 被受滋擾或受影響 但前面可能疫情的緣故 所以情況是有減少到的 但隨著經濟開始復常 流鞏的情況似乎又開始活躍了 我們收到投訴指 沉積一時的元朗流鞏 隨著經濟復常又再度活躍起來 可否形容一下 你見到流鞏的情況有多嚴重 我更加說到公廁旁邊 有個花槽很多老伯坐在那裡 我有一次走過 我拍過照給你看到 發覺有個背囊戴眼鏡的女人 聊那些老伯聊到那些老伯去光顧 帶她上對面 剛剛對鄭哥賓館 那次我傳給她們看照片期間 我就發覺可能是那些老伯在那裡 又可能聊其他老伯 說對面有甚麼 可能又介紹給那些扯皮條的 可能有勇修 我懷疑她們這樣 那個女人就經常在那裡 兜兜轉轉頭才我都見到的 你見到其實流鞏是否都很主動的 流鞏沒有主動的 她穿得很性感的低胸 坐在花槽上的 是扯皮條 相對來說這邊 流鞏親子生氣是較少的 那她們有沒有試過騷擾你 或者跟你打招呼 我經過見到有兩個老伯 我走過 見到她老婆還問她老伯 她是否剛才撩你這樣說 總之你經過 就會嗨嗨你這樣 她們會是這樣 覺得你自己掛一個招牌 在上面做生意這件事 你這樣通街 在街上 老伯做這些交易 就真的不太好 而且不是個個都是這樣的人 我們實地去過看警街視察 看看有沒有投訴人所說的中間人 也就是女子或者爸爸的出現 現場我們見到有女士向一些年長的男士搭散聊天 就在我們採訪期間 有一名女子就靠近 問我們的工作人員要不要服務 不過就被工作人員拒絕了 但是這個女子隨即就用視像電話 去介紹另一位女士給我們工作人員 另外一個姐妹也可以 肯定漂亮 你在哪 看到沒有 可以嗎 工作人員跟著她們去到一間賓館 防廢我們自己交 我們自己交防廢 可不是嗎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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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過來買一下東西 然後我剛到這裡來 我東北 東北啊 對對對 東北遼寧 我昨天晚上到這裡來的 我過來買化妝品跟她一起來的 你看我買了好多咖啡 她在微博的時候 我在下面買東西 我買咖啡買化妝品 一定要準備回去 起初她聲稱昨晚才來到香港購物入貨 提供服務是想賺一些居馬費 不過當工作人員對她宣稱的年齡有所懷疑的時候 看她說 38 38 3 38 4 5 5 5 25 6 4 4 6 我們工作人員去過附近流鞏的熱點 發現不少流鞏都是用短暫旅遊身份來香港 同樣是以幫補女費為由提供服務 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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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V 全面進化 重新啟航